女演员苏菲特纳用半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花好几年才能搞定的演绎和生活路 她年少成名早婚成嫁 拿下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中的山沙·施塔克和X战警黑凤凰中黑凤凰的角色 这个身高175厘米的英国美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这里是BOOGIE檀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苏菲特纳的故事 1996年苏菲特纳出生在英格兰北安普顿 妈妈是幼儿园老师 爸爸做木材生意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 她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本来苏菲特纳是双胞胎 但姐妹在产前不幸夭折 幸存下来的苏菲成了爸妈和哥哥们最疼爱的小妹妹 她学芭蕾表演欲超强 平时也爱在家里的牧场跟着哥哥们逗猫惹狗 前脚骑马打仗 后脚就在泥泞的猪圈里捉猪猪玩耍 英国式的乡村童年让苏菲的活泼天性得到了充分释放 无忧无虑地长到11岁 正好到了快上初中的年纪 同时学着芭蕾和表演的苏菲 在表演课老师的鼓励下 决定拒掉英国皇家芭蕾学院的通知书 全身心投入到演戏的学习中 苏菲和家人也没想到 两年后 她在老师的鼓励下试进了冰与火之歌 《权力游戏》里的杉沙 为了更好的贴合角色 她将自己的一头金发染成了红褐色 和二鸭的扮演者麦西·威廉姆斯 一起读完剧本时 两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极其强烈 斯塔克姐妹的火花深深触动了彼此 可以被载入电视时的迎聘姐妹花诞生了 成为山沙 也意味着苏菲走上了童星的演艺路 她的一举一动 身体变化都将被镜头记录 从柔弱无骨的少女 被人欺凌的斯塔克家女儿 再到全眸觉醒 血腥复仇的北京女王 2011年 年仅15岁的苏菲特娜 就出现在冰与火之鸽 权力游戏中 慢慢走进大众的视野 随后因为出众的业务能力和外贸条件 又陆续在知名电影 X战警天启 X战警黑凤凰中 有亮眼表现 演艺道路可谓是顺风顺水 2020年 苏菲特娜传来了喜讯 她怀孕了 自从儿时成名之后 她就成为一代人看着长大的女神 她与丈夫乔强纳斯 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他们的粉丝纷纷送上了祝福 公布喜讯前 苏菲特娜还与丈夫公开亮相 是在一次格莱美颁奖典礼上 苏菲特娜穿了一件迷你荷叶边连衣裙 肚子看不出有怀孕的迹象 但跟之前相比 身形好像变远润了一些 据说苏菲当时已经在逐渐适应怀孕后 自己身体的变化 谨慎而兴奋地等待这条小生命的到来 消息一出 最沸腾的莫过于全油粉 他们纷纷玩起了梗 恭喜北京施塔克家族后继有人了 也有人感慨时间过得好快 陪伴我们多年的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剧中了 连小女孩山沙也要当妈了 也难怪 大家几乎是一路看着三傻长大的 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 出演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第一季时 1996年出生的苏菲特娜才15岁 弄得能掐出水来 因为一出场就说要嫁给乔夫里当王后 对爱情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 在一众权谋者之间显得傻乎乎的 所以大家就取了角色名称山沙的谐音 三傻来称呼他 影片中经历了父亲被当众斩首 家族破碎等一系列变故 原本的三傻逐渐决心 黑话进度条不断加载 最终成长为城府颇深 杀法果断的权谋家 是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里 故事线最丰富的角色之一 但也因为权力游戏的成名 苏菲特娜名声大噪 身价水涨船高到单级片酬15万美元 他很早就过上了时刻被注视的生活 作为一个1996年出生 又在社交媒体崛起时代成名的童心 苏菲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随便发一张照片 就可以得到百万级别的点赞量 对于很多渴望成名的人来说 这样的数据简直是梦寐以求的职业规划 但对于苏菲来说 成名的甜蜜和痛苦总是在互相掐架 让他疲惫了很久 慢慢的他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 最终确诊了抑郁症 在美国知名主持人菲尔博士的访谈节目里 苏菲特娜在镜头前谈言了自己患病的过程 他告诉大家他有抑郁症 已经持续四五年的时间了 当初因为权力游戏爆红之后 伴随着大众的关注 随之而来的还有质疑和谩骂 特别是进入到了青春期 17岁的他因为体重的增加 以及皮肤生长的青春痘 而遭到网络暴力 众所周知 女明星的外貌一直都是争议的焦点 加上媒体的放大 让她的情绪陷入了低潮 苏菲说抑郁症让原本一些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困难起来 我严重的时候连走出家门都做不到 他还在媒体前直言当时看见一条不好的评论 在镜头前长大 你的身体变化 发育状况 感情生活 全部都成了大家评断的对象 十条评论里可能九条都是积极的 赞美我的 但那一条 山沙需要减肥 山沙长了好多痘痘 山沙演技太烂 摧毁了我 就仿佛被全世界抛弃 这样的挫败感 也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烂演员 这样持续的低迷状态 也让她痛不欲生 她甚至动了自我了结的念头 成名带来金钱和荣誉的同时 恶评和网络暴力如影随形 我演到权力游戏第五季第六季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行了 月经一年都不来 回到家躺在床上就再也不敢出门 非要禁足的时候 会不停地要求服装师把我的腰勒紧一点 糟糕的精神状况持续了五年 这期间 苏菲特纳选择了自救 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 苏菲说 山沙前期经历的那些不公和痛苦 到最后终于开始复仇后 我的状况才慢慢好起来 不过幸好 当时的苏菲特纳已经与如今的丈夫 乔强纳斯是情侣关系了 在对方的陪伴与开导下 苏菲也渐渐地走出了人生低谷 苏菲特纳在他20岁的那年遇到了真爱 也就是他的丈夫乔强纳斯 而且是以特别新兴人类的方式 网恋 苏菲的丈夫乔强纳斯1989年出生 也是同心出道 因为与自家的乔纳斯三兄弟一同出道 排行第二 所以也被称为二乔 曾经是全美少男少女心中的男神 别看二乔长得不太高的样子 16岁成名 肉体鲜嫩 还有点撩妹小技能的他 女人缘还挺不错 是泰勒斯官宣意义上的初恋 但或许是因为当时年轻不懂事 跟泰勒斯在一起不久 二乔在拍MV的时候 看上了女演员卡米拉贝尔 遗情别恋的他 用一通25秒的电话就甩给了泰勒斯 所以在得知苏菲和二乔恋爱后 甚至有些权力游戏的真爱粉 向方设法的搞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发信息过去威胁他 你敢对我们的三傻不好 我们会找你的 更何况苏菲这么多年 爆出的恋情就只有这一桩 犹如情长小白 栽在了一个万花丛中过的老手上 难道三傻真要变三傻了吗 事实上因为朋友圈的重合 苏菲和乔强纳斯 已经彼此关注了一段时间 然后2016年的4月份左右 乔强纳斯给苏菲发了私信 一来一回两人看对了眼 没过多久见面后正式开始了交往 但是因为多年前这段不太光彩的形势 二乔和苏菲在2016年官宣恋情的时候 很多人的内心都是拒绝的 然而与二乔在一起之后的苏菲 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我很幸福的味道 两人不分场合的热情亲吻 默契地逗弄偷拍的狗仔 苏菲不止一次表示 二乔的爱陪他战胜了令人痛苦的抑郁症 我想当有人每天都对你说他爱你的时候 你会认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这会让你更爱自己 苏菲说 其实当时我的状态还是不稳定 病情发作后 整个人都泄了气 比苏菲大七岁的乔同样是同心出道 有过很多相似的经历 没有人比他更懂女友的痛苦 乔总是给我说 你不爱自己的话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不能看到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 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 我觉得他在某一方面救了我一命 男友无条件的支持 持续的心理治疗 加上渐渐成熟 苏菲也和自己扮演的杉莎一样 升级打怪迎来了自己的蜕变 她变得越来越美 金发碧眼的女神 175厘米的修长身材 每次出席重要场合的造型 总是能够惊艳全场 此底下苏菲也越来越做自己 让人看到她保持真我的一面 2017年 21岁的苏菲在inst上宣布订婚 至于正式结婚时间 苏菲和二乔迟迟没有公布 直到去年5月的一天 二乔在Billboard颁奖典礼上表演 苏菲在台下助兴打气 看起来就像演员女朋友 陪歌手男朋友出席典礼一样 没想到典礼一结束 两人换了身衣服 就去当地的小教堂 把婚礼给办了 没有华丽丽的婚纱 只有一条简约的象牙白连身裤 没有明星嘉宾助阵 在穿着毛王服装的牧师主持下 来了场快速婚礼 值得一提的是 与三傻私底下关系特好的二丫 麦西威廉姆斯担任了伴娘 没想到以前曾被称为风流才子的二乔 遇上苏菲后的画风是这样的 她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的婚礼有朋友 有毛王 有钻石糖 这就够了 结婚后 两人热恋如最初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虽然经历过第一潮期 但如今的苏菲特娜 无论在事业上还是感情生活上 都让人羡慕不已 被赞人生赢家 希望苏菲特娜在未来给大家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祝福她今后的生活 更加美满幸福 这里是Boogie岛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